你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香港的樓市 香港的樓市最近就活了一些 因為利息好像就回了一些 還有大家都在通景住通關 真的有些人下來去看香港的物業 但是以我收到的朋友的訊息 大部分都是看寫字樓、商店為多 他覺得最差的環境已經出現 有些人始終會用寫字樓 可以做到一些開支的對銷 另外商店看到人流會多了 他覺得現在是低水才會買 至於住宅那裡 很多人在官網的階段裏面 因為始終利息 現在今天的利息 譬如兩年期的美國債券 比上一年的11月份高 證明上升周期仍然未會完 都會覺得今次加息 可能加息到5.7% 和現在按揭的比 還會有少少上升 他們是有少少保留 你看回從去年開始 從2020年的1月開始 十多宗的蝕讓 只是2900多萬的蝕讓金額 去到上年年尾 接近2億2千多萬蝕讓金額 有150宗 2023年頭1月都有92宗 1.05億 證明我不可以告訴自己 這是個別事件 這是一個大家要去留意 之前的人經常說蝕讓金額是個別事件 你看到原來有幾千宗的時候 這就不是一件個別事件 金額這麼多也不是一件個別事件 大家要認真去看 是不是低息環境 是會很快地回頭 變回低息環境 如果持續高息環境 和加息周期未完結的時候 房地產市場是怎樣 大家要去想一想 你看一看領展 領展都要去變陣 因為他們都和他們去年 或者前年他們收購物業的時候 以一個低息環境的態度去買 後來發覺錯判了的時候 要去做公股 去修正資本的成本 即是借貸的成本 比例會是一件不尋常的事 不可以掉以輕心 我經常都說 接下來都是風高浪急 今天想說的香港房地產市場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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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有的 可以看到